第三十二題 如果A是101乘9996乘10005 B是10004乘9997乘101 则A-B的值是多少 好,我们把题目先把它操一下 101乘9996乘以10005 减掉10004乘9997乘101 而我们很清楚的可以发现 这里都有101 那我们利用分配率先把它提出来 刮号里面呢,剩下9996乘10005 剪掉10004乘以9997 怎么样剪 现在问题是出在 这一个括号的里面 怎么样剪会比较简单呢 我们发现呢,这边有9996 旁边有9997 那很接近 这里有10005跟10004 很接近 我们选定 假设我们选定比较小的这一个 让它先不要变 9996不变 乘上 10005呢 把它改一下 改成 10004 加1 减掉 10004不变 9997改掉 改成 9996 我们的目的是希望 看能不能比较好算 有没有一些部分 可以直接删掉 或是直接消掉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题目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好 外面的101还是不变 里面的这一个括号 里面的部分呢 把它盛开 把它展开 9996 乘以 10004 加 9996 减掉 这个乘进来 10004 乘以 9996 本来是要加 10004 但是因为前面有一个负号 所以变成 -10004 那接下来再看 这边有一个 9996 乘10004 的部分 还有另外 减掉一个 10004 乘9996 的部分 这两个部分呢 刚好可以消掉 那整个题目呢 就变成 101 乘上 9996 减1004 减1004 9996 减1004 刚好是 -8 所以 算出来 101 乘以 -8 -808 答案选 租 这个选项 -6 ? -10 -10